奶嘴怎么消毒 宝宝抵抗力弱 肠胃最容易感染 宝宝日常餐具兼玩具的奶嘴 清洁尤其重要 为了让宝宝吃得更健康 更开心 妈妈们一定要给奶嘴定期消毒 这方面具体该怎么操作呢 一起来学一学吧 1.高温消毒 橡胶婴儿奶嘴 通常有一股难以消除的橡胶味 在140度时容易变形 微焦奶嘴为无色透明或半透明 无异味 可奈120度珍珠 2.废水消毒 在消毒婴儿奶嘴前 有必要先用温水将奶嘴冲刷洁净 再用废水消毒奶嘴 通常在水沸腾后 短暂煮个两三分钟即可 3.蒸汽消毒 蒸汽消毒是当前最有用和最好用的方法之一 奶嘴在95-97摄氏度的水蒸汽 升上12-15分钟 即可有效杀死大多数致病细菌 而不会损坏奶嘴的原料 市场上有许多专门用来奶嘴消毒的锅 也是蒸汽消毒原理 可以在消毒瓶时 一同放入奶嘴进行消毒 然后再用净子 再用净子 再用净子